袁吉公此时的气氛异常的尴尬 斯敏虽然什么都没说 但连颂的系列动作和刚才他们见到的书 都一反常态 俗话说示出反常必有妖 斯敏倒是有些好奇连颂有什么妖 斯敏带着两位小殿下一脸狐疑的盯着连颂 连颂站在三人对面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微笑 大概被这三双眼睛盯得发毛 这才突然发觉什么 立刻恢复了平日浪荡模样 说道你们三个人怎么会一大早出现在袁吉公 是被赶出门了吗 不愧是连三殿下 事事动名 随便一句玩笑话就说到了两个小团子的痛处 两个小团子一听连颂此话立刻像是被电打了一样 互相看了一眼 斯敏见状也是颇为奇怪 虽然是斯敏带着两个小殿下来的 但斯敏却从头到尾着实不知 两个小殿下怎么会一大早出现在九重天上 连颂原本就是开玩笑的一句话 谁知道两个小团子竟然如此神态 连颂想自己一定是猜对了 这两位小殿下一定是被赶出来了 可被赶出来了为什么来到他这原急功呢 连颂还没想明白 连颂作为天族还是可以拿得出手的神仙 此时深知谁先开口谁就输的道理 于是带这个这个疑问 连颂并不主动提起 反而将双手还在胸前 一脸笑意地看着两个小殿下 完全没有了刚才那副尴尬窘迫模样 斯敏不明就里 也是一脸疑问地看着两个小团子 两位小殿下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半天谁也不吭说 最后滚滚忍不住说了一句 你再不说 那剩下的半炷箱恐怕是烧完了 巴黎一听 这也没办法 确实 这一路上也耽误了不少时间 若再不抓紧时间 恐怕不多时自己父君就该出来了 阿黎心一横 看着连颂道 三爷爷 今早父君娘亲在睡觉 我那阿黎略做思索 方说道 应太过于思念娘亲 想着给她问安之后便走 于是取了长生殿 谁知娘亲和父君还没起床 我便和滚滚在殿外喊了几声 被我父君听见了 说一炷箱之后便要检查我的课业 连颂见阿黎吞吞吐吐 说出来的却是无关紧要的话 心里觉得这小孩子一定是没说实话 便也不作声 依旧盯着阿黎 等他继续说 原本阿黎以为滚滚会接着说 谁曾想 滚滚并不说话 阿黎这才无奈地继续说道 一早成我父君的语气来说 这刻意做完不做完 都是一样的结果 一时之间 我也想不到更好的法子 但我深知三爷爷在我父君心目中的分量 因此想请三爷爷替我们求求情 阿黎一边说着一边故作可怜的样子看着连颂 连颂听完 扑斥一笑 道 你们 我看就是你阿黎一个人吧 说完 连颂打开扇子 潇洒地扇了起来 然后继续说道 滚滚可是东华帝君的儿子 即便是你父君再如何生气 也不会拿滚滚怎么样的 况且滚滚年纪小 又急受白家众位上神的宠爱 即便是东华帝君不出头 你娘亲也会护着滚滚的 但毕竟你父君生气了 总得有个出气的由头吧 那便只有你了 连颂一边怀笑着盯着阿黎和滚滚 一边看似随心地说了这番话 思命听完几人的话 瞬间安心了许多 既然此事与东华帝君没什么关系 那自己就可以把心放进肚子里了 于是思命独自绕过摇椅 自己坐了上去享受这阴天蔽日的好光景 两个小团子听了连颂的话 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欢喜的自然是滚滚 但滚滚毕竟聪慧 早就知道此事与自己没什么关系 因此此刻的欢喜倒也没有让滚滚喜出望外 只是神情多了几分无所谓的样子 那发愁的便是阿黎了 阿黎原本就是想着有滚滚一起 自己好歹有个伴 但被连颂这么一分析 阿黎显然要失去这个盟友了 阿黎奄奄地走进连颂 然后可怜兮兮地望着连颂 道 三爷爷救命 连着说了三遍 一副可怜的模样任谁看了都心疼 这不 连颂终于也没忍住 说道 那好吧 我便同你去一趟吧 连颂这边松口 阿黎这才高兴的一蹦三尺高 激动地跑到滚滚身边一把抱住滚滚 激动地无以复加 这边连颂搞定了 太成功那边东华帝君却依旧是没搞明白他家小狐狸的心思 只以为是自己表现不佳 还一心想着要同小狐狸再讨教讨教 可谁知那句话一出 小狐狸的脸虽然瞬间红得能滴出血 但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 这么不要脸的话你也说得出来 真是为老不尊 东华帝君听了凤九这话 原本刚刚离开凤九樱桃唇的嘴唇又在一次快速地略带狠地咬了一口凤九的唇 然后挑着眉毛骄傲地说道 夫人嫌我老 东华帝君记得这不是第一次从凤九嘴里听到老这个词 莫不是自己真的老了 曾经纵横沙场 今天却连小狐狸都收拾不好 东华帝君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 一脸生气带撒娇地看着凤九 凤九呢 从没嫌东华老过反而觉得东华帝君是越看越有魅力的神仙 但每次和东华私下相处的时候凤九就是忍不住想要斗一斗他 看着东华生气撒娇一副小孩子的模样 凤九就是高兴 这简直和滚滚阿里一样 小孩子心态 也不知道东华帝君和凤九这两位早已尊为上神的神仙为什么如此幼稚 不仅如此 两人还互相说对方幼稚 但此刻凤九除了想斗东华帝君以外 还有更多是东华帝君那句话 凤九的印象里 东华帝君已经不是第一次说要再生一个小狐狸仔了 凤九觉得 东华可能觉得与自己相处的有些不耐烦了 所以才心心念念想要再生一个 凤九想到这里 原本想要再斗一下东华帝君的 瞬间又改了口 说道 你都觉得和我相处的不耐烦了 还不允许我嫌你老 东华帝君原本有些生气的脸听到凤九这话 瞬间温柔下来 然后低下头亲吻着凤九 于是 这只四海八荒唯一的一只九尾红湖瞬间接收到了来自洪荒尊神的如小语点一般密集的亲吻 一阵亲吻之后 东华帝君抬起头 面色微红 说道小白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东华帝君此时语气温柔眼神里更是有着一圈圈的柔情 话都划不开 东华帝君看来 本就因自己原先不知道他和小狐狸之间就耽误了几千年 后来因为第一次大婚的误会 两个人又耽误了几百年 如今这才多久啊 他怎么可能会逆反 况且与小狐狸在一起 就算是再过一个洪荒 东华帝君也不会逆反的 因此帝君很费解 小狐狸为什么会这么想 凤九在被东华帝君又亲吻了一遍之后 又听见看见东华帝君如此温柔的模样 心中也颇为动情 一时间竟然眼中阴阴着雾气 说道 那你为什么总想要再生一个狐狸仔 东华帝君听见凤九的话 不由地笑了起来 瞬间觉得身下之人简直可爱无比 情不自禁地再次亲了上去 一边亲一边说道 不是你说狐狸崽子两个才热闹吗 凤九此时哪里还顾得上听话 耳垂被东华帝君温柔地吻和轻柔的气息 撩拨得痒痒的 凤九刚转过头另一边的耳朵 便再次受到了东华帝君的亲吻攻击 耳朵刚消停 胸口腰身便接连受到东华帝君的温柔 凤九整个人在东华帝君身下 完全不像是小狐狸 倒像是一只随意扭动的蛇 当然了 这个比喻并不好 因为凤九十分害怕蛇 凤九原本是要逃离东华帝君这坚实的身体 却不知他这肆无忌惮地躲避扭动反倒 让东华帝君一时之间情难自持 这种感觉比喻地臘 我感觉到达医里的 能生我们正 steering 就是这个感觉 我们这样的感觉 我们就必须